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三中全会是否涉及人事议题 包括对前外交部长秦刚和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做最终处理 仍备受关注 观察家们的观点不一 据中共党媒报道 5月11号上午习近平结束访欧后回到北京 出访期间 习近平的心腹中共政治局常委兼办公厅主任蔡奇全程陪同 官方信息显示 5月7号到9号李强在新疆调研 5月7号到9号丁薛强在大连沈阳调研 5月7号到10号赵乐际在河南调研 5月6号到8号王沪宁在广西调研 只剩下李希坐镇中南海 对于中共最高层的动态 分析认为中共三中全会为什么拖这么长时间才开 就是因为之前中央和地方分歧矛盾很大 现在准备7月召开了 习近平要摸准地方的情况 要所有的常委都出去调研 要确保三中全会不会出问题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分析指出 在三中全会之前 中共要开一次政治局会议 所以政治局委员都要调研 但只是常委获得报道 其他人不报道 接下来中共会开一次常委会 或者政治局会议 定三中全会的基本调子 外界认为 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 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的 中共中央委员职务处理 将会在三中全会被提上桌面 曾任胡春华法律顾问的 前中共官员杜文认为 秦刚和李尚福已经被免职 但二人仍是中共党员中央委员 如果要开除他们的党籍 免去他们的中央委员 必须要留在中央全会上做出决定 预料本次三中全会上会完善对他们的处理 同时三中全会也会增补中央委员 王军涛则认为 对秦刚和李尚福的处理其实不重要 三中全会不是讨论人事问题 一中全会解决的是党的人事问题 二中全会解决政府人事问题 这两个差不多都解决了 三中全会主要是解决未来五年大政方针问题 王军涛认为这次三中全会主题可能仍是涉及所谓打造新制生产力的战略任务 另有分析指出 就像李尚福未经中央全会 未有任何官宣就被直接从国防部网站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名单中移除一样 可能当局处理他们根本不需要走中央全会的程序了 即便三中全会7月份开 也不一定有处理违纪的中央委员这个内容 被失踪的几名中央委员 包括前外长秦刚在内 还有军方的中央委员李尚福、李玉超 军工系的中央候补委员袁杰 可能不会被公开开除出中央 外界可能依然看不到习近平当局对他们处理的下半场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香港知名作家严纯沟在他的Facebook上发文 中共最大的败笔 选了习近平做革命接班人 文章说到王健先生报到大陆流传的一份内部文件 透露中共三中全会可能重启改革开放路线 很多网友都不以为然 但我同意王健先生的看法 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以习近平的政治智慧 以他个人认知上的局限 他很可能又在错误的时间 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决策 正如新冠疫情的风控与无序放开一样 他经常会从一个错误走向另一个更大的错误 邓小平使作用实行改革开放韬光养晦 又制定四项基本原则 始终不危及中共统治 市场经济最终会导致中共垮台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要往回走 这也是中共内部的共识 关键是习近平把时机拿捏错了 中共在畏惧被充分条件之下走回头路 结果适得其反 败坏了内外局势 若习近平不急于实现个人野心 期住20年 等中共实力更强大 内部经济基础更坚固 外交上更得心应手 再来与美国翻脸 至少双方实力不太悬殊 不会输得如此难看 归根结底 习近平太多误判 误判中美实力比对 对误判经济豪景的根本原因 不是中共极权 而是市场经济释放了民间活力 更误判共产谎言 与现实生活的巨大落差 习近平在错误的时间 做了倒行逆施的决策 以至40年豪景毁于一旦 今日朽木难知 之后悔要以太迟 十年来 习近平全力经营 他的反改革路线 国进民退 政治收紧 外交战狼 民间管控 执意断送改革开放 走出来的那条活路 为了与西方国家交恶 他要国进民退 扼杀私企 加紧对内部社会的管控 为了防止内部社会动乱 他要关闭国门 杜绝普世价值的传播 他用十年时间来走回头路 走得意气风发 义无反顾 最后才发现 所有的功德全部付诸流水 中共不但没有强大起来 更以惊人的速度 不可控的沉沦下去 到了这个地步 习近平又发现 这条路再走下去 必死无疑 于是又准备 从大回头路上 再走小回头路 这倒符合习近平的天性 他本就是这样的人 颠三倒四 无头苍蝇一样 完全不具备一个国家领导人 应有的高瞻远竹 洞悉时代潮流 之所进退 掌握先机的政治智慧 今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会因为中共的再度求和 就放下对中共的成见吗 一个人吃碗面反碗底 忘恩负义 野心比本事大 邪恶本性不改 当他多行不义 日子过不下去了 又反过来再跪求别人的恩典 西方民主国家又会心软吗 40年上一次大档对西方政客 是一记历史清醒记 足够让他们认清中共本质 他们还会慈悲心大发作 重蹈覆辙 再给中共好脸色 杯酒言欢 给钱 给科技 然后再过40年 又把中共养肥了 等中共再反过身来和美国较量 给你做美国总统 你会如此愚蠢吗 中共今日百病缠身 不管谁当美国总统 最简单的对策 都是趁你的病拿你的命 反正留着你一天都是祸害 你还指望他高抬贵手吗 有说三中全会后 要与普京割习 让俄国自生自灭 习近平有没有可能走这一步 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与普京绑死在一起 就不用期望美国与北约会和你改善关系 要取悦西方 就要借普京的投意用 向西方民主国家低头名状 但是更大的可能是 卖掉普京后 民主国家不但不领情 甚至等灭了俄国 再回头集中权力收拾中共 那时中共没有了俄国 更加孤立无援 经不起民主国家的全面围剿 中共更加没有活络 至于国内 十年来所有的政策倒退 所立的无数恶法 与新开放路线 又敌死汉格 不取消不能走回头路 要取消又将造成更大混乱 重回改革开放 习近平以今日之我 打倒昨日之我 即使脸皮在后 也必然在党内军内政府内 造成极大震荡 民间传为笑谈 在各级政府面临财困 社会管制正在失控的今天 政治上的争议和动荡 将使摇摇欲坠的政权更快崩塌 为什么在三中全会前 西会传出这样的内部消息 根本原因是党内党外 除了习近平和他的党羽之外 都认定眼下的路走不下去 大家都想变 想来想去 唯有重回改革开放才有生路 殊不知 国家大政方针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 与时事密切相关 正确的国策放在错误的时事 也是行不通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机会 已经被习近平彻底糟蹋了 没有回头路可走 现在再走回改革 可能死得更快 习近平会不会选择对他最不利的路子来走 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他本来就只有这样的政治水平 中共最大的败笔 便是选了习近平做革命接班人 时至今日已无力回天了 不回头是死 再回头也是死 前者死得慢 后者死得快 以习近平的习惯 他也有可能会选择后者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中国通胀通缩并存 经济复苏局面复杂 据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4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连续三个月的上涨势头还在继续 显示国内需求有所回升 不过当月的生产者物价指数PPI的下行走势 也没有明显改变 北京当局提振经济的挑战仍然不小 消费者价格指数是经济学家密切关注的数据 4月份这一指数公布之前 中国的进口数据也好于预期 因此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 中国政府过去几个月来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支持措施 在拉抬消费者信心方面 似乎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星期六5月11号公布的数据 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0.3% 高于3月的0.1% 也高于路透社通过对经济学家进行调查 做出的0.2%的预期 排除食物和能源价格 消费者通胀数据显示需求回升 特别是在服务业 经济学人智库高级经济师徐天辰 向路透社表示 不包含食物和能源的核心通胀指数 4月上涨了0.7% 高于3月的0.6% 总体来看 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比前一个月上涨了0.1% 比路透调查预期的下滑0.1%要好 而且扭转了3月1%的跌幅 路透社说 大多数中国经济研究人员认为 官方的统计显示工厂和服务业活动 仍很低迷 北京面临的挑战仍很艰巨 而且目前的涨势也可能难以持续 这也为出台更多的政策支持建立了理由 公用事业部门涨价也可能是另一个潜在的推手 徐天成对路透社说 某些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 影响到他们所能获取的补贴 这有可能迫使他们为了平衡预算 而将额外的成本转嫁给家庭 徐天成又说 地方官员正在为处理高达13万亿美元的 市政法人债务伤透了脑筋 而中国国务院则已要求债台高筑的某些地方政府 延缓或停止某些国家投资兴建的基础设施项目 价格数据显示国内需求在恢复 供需结构持续改善 国内需求和价格回升的前景是乐观的 路透社引述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的话说 但是消费者价格指数仍在低位 而且制造业仍然面临压力 反映出有效需求仍显不足 行业内的复苏仍不够平衡 周茂华说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生产者物价指数PPI4月同比下跌了2.5% 比上个月下跌的2.8%略有缓和 但却标志着一年半以来持续的下滑 中国央行星期五发布的 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强调要合理把握债券与信贷两个最大融资市场的关系 引导信贷合理增长 保持六大项合理充裕 转变片面追求规模的传统思维 注重把握好融资环境的松紧适度 而中共中央政治局稍早更开会指出 要运用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等政策工具 推动经济成长 考虑到政治局会议有关有效需求仍显不足的判断 政策支持应该会沉湿而动 即加强预期管理和创造更多的消费情景 重量联航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庞明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中国政府为今年设立的经济成长目标是5%左右 但是很多经济学家认为 如果北京当局不再出台新的政策支持 实现这一目标存在很大的挑战 中国所有量子核心机构全被扫进美国实体清单 据自由时报报道 美国商务部9号公布最新出口管制黑名单 将37家中国企业与机构列入实体清单 其中包括22家中国量子研究与产业化的重要单位 中国物理学者警告 美国此举将对中国的量子研究造成前所未有影响深远的冲击 南华早报报道 这是美国第二次将中国量子相关的研究机构及企业列入该黑名单 然而此次范围更加广泛 北京理工大学物理学者尹章奇说 中国在量子资讯研究的核心力量几乎全进绑 这样的冲击是巨大的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声明说 在新进该榜的单位中 有22家机构与企业因取得或试图取得源自美国的技术或产品 以提升中国的量子实力而被列入该清单 声明补充 这些活动具有重大的军事应用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报道说 包括量子资讯科技在内的高科技领域 多年来是美国制裁的标的 2021年11月 两家量子通讯公司与一家研究机构成为第一批被列入美国该出口管制名单的中国量子实体 去年8月 拜登签署行政命令阻止美国资金流入中国半导体与微电子量子资讯技术 以及特定的人工智慧系统等领域 以继续阻止中国取得相关技术 一些中国的量子物理学家表示 美国这波最新措施恐怕对中国相关研究造成从取得先进设备到学术交流等各方面的重大冲击 一位流性科学家说 美国此举史无前列 几乎所有中国涉及量子研究的实验室都被列入清单 他服务的研究机构也禁榜 他表示去年订购一台雷射机正准备从美国出货 但它刚获知该机器可能被扣在海关 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的中国量子机构 包括中国科学院旗下四家研究中心 量子资讯与量子物理卓越中心 物理研究所 量子资讯重点实验室 以及上海量子科学研究中心 其他包括北京量子资讯科学研究院 上海量子科学研究中心 深圳量子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本源量子计算科技公司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 出口商报 北京故意放任人民币贬值 提振出口抢全球市场 据自由财经报道 有迹象表明 中国政府对人民币贬值感到满意 借由货币疲软促进出口 中国水产出口商也爆料 汇率贬值可提升海外销售 抢占全球市场 目前已经与美国客户讨论 降价以增加订单事宜 人民币最新报价是7.2261对1美元 SeafoodSource报道 以出口加工虾子和无锅鱼的广东水产CEO表示 人民币贬值意味着中国出口商的运营成本 相对于其销售价格而言会下降 向出口客户收取较低的价格 增加销售并提升市场占有率 这位CEO透露 汇率疲软正促使中国海鲜产业开展新的出口业务 并称已经与几位美国客户商讨了降低价格 以增加订单的事宜 不过他指出 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处于6年来的低位 人民币进一步贬值的预期越来越高 决定部分资金以美元形式存放海外 报道指出 有迹象表明 中国政府对人民币贬值感到满意 因为北京方面不愿做出政策改变 和推出刺激基金 以将中国经济从投资作为长期引擎 转向扩大消费 如果西方企业在中国加工商品 也喜欢看到人民币贬值 因为这意味着 他们以贬值的货币付款 以升值的货币出口商品 不过对于必须以美元购买的 中国加工商来说 人民币贬值是痛苦的 而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说 进口产品变得更加昂贵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私募基金爆雷 老板跑路 理财商品无法赎回 据自由财经报道 中国私募基金爆雷再添一家 中国知名私募基金浙江瑞丰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近日被爆出 公司实际控制人邱文龙已经跑路 旗下产品已确认无法赎回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私募圈本月9号疯传 规模超过20亿元人民币的瑞丰达已经跑路 根据瑞丰达内部员工表示 公司实际控制人邱文龙本月9号突然失联 而负责产品管理的实控人包妹 也处于失联状态 另有私募圈人士透露 瑞丰达旗下的产品已确认无法赎回 中国媒体指出 瑞丰达上海办公室本月10号被官方正式查封 并在门口贴有告示称 有关于浙江瑞丰达资产管理投资纠纷的事宜 请直接去浦东经侦支队咨询处理 现经侦支队已经介入封门调查 对于瑞丰达爆雷事件 中国证监会11号晚间发布消息称 证监会以组织相关单位进行核查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 瑞丰达涉嫌多项违法违规 因此证监会决定对瑞丰达立案调查 依法从严处理 以维护市场秩序 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于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